卫生部长王以康表示 只要这一波的奥密克戎疫情达到顶峰并开始消退 那么政府将放宽防疫限制 王以康在书面答复议员有关防疫限制的提问时表示 由于本地的冠病疫苗接种率高 以及奥密克戎毒株带来的严重性比德尔塔要低 目前本地受到病毒的冲击较为温和 部长说 在去年10月底到11月初 每天大约有13个人死于冠病 但是在过去两个星期 虽然新增的病例比德尔塔肆虐期间多了两倍 但是平均每天的死亡病例是2到3期 在住院率方面 奥密克戎病患入住加护病房的时间比较短 大约是3到5天 但是德尔塔则是11天 部长说 从目前看来 奥密克戎死亡率同疫情爆发之前 各种病毒感染相关的死亡人数相差不远 在疫情爆发之前 每年有约4000多人因为肺炎病逝 再加上更多的冠病治疗设施投入运作 部长认为我国有能力应对奥密克戎疫情 不过政府也在关注医护的人手问题 汪一康说 目前公共医院医生的流失率同2019年的情况相当 大约是3到5% 而护士的平均流失率则是8% 同疫情之前相比互相上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